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切哀悼 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向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默哀 四川地震灾区救援强险向乡村推进 受灾群众安置有序进行 全国各地紧急动员 转运和接受四川地震灾区伤援 汶川大地震幸存者坚持不懈 继续书写生命奇迹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45分钟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国旗低垂 汽笛长明 山河其哀 聚国同碑 5月19号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七天后 全国各地深气哀悼 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胡锦涛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民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 向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默哀 今天是全国哀悼日第一天 辽阔的中华大地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 北京天安门 新华门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国务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全国和各驻外机构全都下半旗致哀 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 以表达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 今天下午 中南海怀仁堂前 气氛庄严肃目 门楣上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深切哀悼 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十四时二十五分 胡锦涛等领导同志来到这里 面向国旗 胡锦涉 十四时二十八分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同一时间 领导同志神情凝重地向大地震遇难同胞 默哀三分钟 王刚 王乐泉 王赵国 王岐山 回梁玉 刘岐 刘云山 刘延东 李元朝 汪洋 张高丽 张德江 于正生 徐才厚 郭伯雄 薄熙来 李鹏 万里 乔石 朱镕基 李瑞环 宋平 刘华清 魏剑行 李兰清 曾庆红 吴关正 罗干 何勇 令计划 王沪宁 等 也在北京等地向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默哀 全国人大 国务院 全国政协 其他领导同志 和中央军委委员 也分别在所在地向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 默哀 今天下午两点二十八分 举国默哀三分钟 深切哀悼在汶川大地震中的遇难同胞 在天安门广场 在国家体育场 咬巢 在王府井 在机关 学校 胡聪 社区 在车站 机场 人们驻足肃力 在四川抗震救灾的抢险现场 警报声久久回旋 人们驻足肃力 在甘肃 这次受灾最严重的文献 这些天 一直奋战在一起的当地群众和抢险队员们 一起肃力莫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下午 三分钟的默哀结束后 自发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名群众 久久不愿离去 人们汇聚在国旗下 为灾区鼓劲 为中国加油 全国哀悼日的设立不仅表达了全国人民对这次温传地人在海中避难者的安心 同时也向世人昭示 中国人民对中国政府最生命的关爱 以及众对成城提借家人的决心和信心 作为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拿到的力量来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为了我们的通道 中国人民的脊梁是垮不了的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都是亲人 确定他们 谢谢我们的党中央 我说你们要坚强 我希望他们 党和人民会帮助你们的 我们会重建家园 美好的家园 世者安息 生者坚强 灾难可以摧毁我们的家园 夺取同胞的生命 但是摧毁不了中华民族坚强的信念 擦干眼泪 挺起脊梁 是此时此刻所有中华儿女的心身 今天 我们用最庄严的方式 向数万骤然逝去的生命致敬 低垂的五星红旗下 我们并肩而立 表达无尽的哀思 汽笛长民既托着生者对亡灵的哀荡 也激励着生者继续前行 低头默哀之后 我们昂首挺胸 从亿万国人的胸腔迸发出呼喊 中国加油 这声音响彻云霄 昭示着一个历经磨难的民族 团结奋进的力量 在任何艰难贤祖面前 刚毅与坚强 是不变的中国表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步伐 坚定有力 不可阻挡 未经许可真是不变的 不可阻挡 不可阻挡